那我小時候鼻子過敏也試過中藥啊 西藝啊什麼藥都吃過了 甚至是你只要每次天后一轉變 變涼的時候你就要去耳皮喉嚇報到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這種日子還要過多久 甚至有我記得高中有一段時間是 你帶一整包麵汁200抽 你們在家用的那一種 上了一整天課全部都用完 就是練了三個月我就發現 我鼻子竟然開始通了 今天會有什麼樣的毛病呢 我們想想看 冬天啊常發生的毛病像氣喘啊 鼻子過敏啊 還有這個呼吸道會有問題 常常感冒啊 還有就是腸胃覺得很虛然 哇 胃都會痛啊 這就是冬天常發生的毛病 但是你知道這次冬天常發生的毛病 來自於什麼原因嗎 嗯 沒錯 就是身體的寒氣 寒氣太重 所以為什麼有所謂的冬病夏至呢 夏天可以來治療這個疾病呢 就是因為我們夏天氣溫 哇 氣溫很高 然後身體啊 陽氣充足 所以呢 只要我們有適當的鍛鍊 或者是好好的來調理飲食 生活呢 各個細節注意一下 我們就可以預防 濕氣的累積 還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濕氣排出去 讓你冬天的毛病不會產生 所以我們才有所謂的 冬病夏至的概念 我們古人就有計算啦 算出來就是所謂的三伏天 所以我們在這三伏天裡面呢 如果能夠做到最好的調養 其實我們就可以讓我們這個冬天 平平安安的度過囉 今年的三伏天 從7月16號到8月24號 7月16號到8月24號 總共有40天的時間 所以在這40天裡面 如果我們在生活各方面呢 都懂得去調理的話呢 其實我們不但夏天 會過得平平安安 接下來的每個季節都會很平安 針對今天啊 我們夏天的養生 我們今天為大家邀請的是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看得到他的影像 這位陳俊穎師兄 太高了 完全看不見了 來請坐 據我所知你在大學的時候 本來是打算要朝演藝事業去發展的 對不對 我們看這張相片 對 這個以這般的架勢 要朝演藝圈發展 應該也不是什麼難事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服裝走秀 對 然後你看另外也是 哇 這個非常的意氣風發呀 對 但其實這些都反而是來到場 才開始有機會在舞台上走秀啊 或者是表演 其實16年前那時候還在讀大學嘛 那大學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想要找到自己的 人生的志向 對 那剛好那時候就是覺得 也應該要嘗試一下 因為總不能只是在做明星夢 所以很想要當演員 所以就想說 那就開始去跑試鏡 去嘗試跟經濟公司合作 也在那一年夏天 除了跟經濟公司合作之外 也開始到道場 跟著我們李鳳山師傅在學氣功 因為那時候看著自己大學教授在練功 想說 你去道場練功身體好是必然的 沒想到他連個性都變得很溫和 很會循循善優 這跟以前的他說當就當這種個性 說當就當 完全不同的 很嚴格的教授 對對對 所以這整個個性都大翻轉 竟然是因為來到我們一門練功 對 所以那時候就很吸引我 甚至是可以解決我自己長年的素質 就是我很久以前就一直有鼻子過敏的毛病 所以我一直想說有沒有一個根治的方法 那就想說就來練功吧 我記得你那時候本來都有簽了經濟人的合約不是嗎 後來為什麼 你這個外型各方面都很好 竟然沒有就去演藝圈了 我那時候其實已經吃素也練功了一段時間了 可是那時候去試鏡都會說 你的那個形象可能比較陽光一點 那你來試試看我們速食店的漢堡的廣告好了 拿著一個飽 然後要吃的很美味的感覺 我當下就覺得 演不太下去 因為我覺得有點像在欺騙人 因為你已經吃素了 我吃素了 結果我還勸大家說 這個魚飽好吃 你要多吃點魚 這個我覺得 有點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不是那麼實在 其實跟著我們李鳳山師傅在做的也很多事情 包括我們不只在教養生氣候 甚至是我們每一年都會有個功夫舞台劇 那師傅也給我機會 讓我在白蛇穿起裡面當主角 而且那時候也覺得很好玩 就是發現師傅也什麼都會 我那時候記得我第一年還沒當主角的時候 我們還在後台搬道具 每一年都看著師傅在倒戲 那倒戲之外還要改劇本 改完劇本呢 有燈光問題的也來請教師傅 也有舞台道具問題請教師傅 然後歌也要師傅自己寫 還要唱給大家聽 我就發現說哇 以前我小說提到的一通百通 他的境界就在師傅身上是看得到 對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蠻嚮往的 所以這個照片呢就是 當時俊師兄來到梅門 師傅說修行沒有好無心 碰上什麼就去做什麼 對啊 所以這是他 臉上了這一齣金白蛇傳奇的男主角哦 對啊 就發現說你來到場 你的興趣有辦法被發展 然後也做的也都是有意義 能夠幫助到人健康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再來談談 就是您提到說 你原來身體有些狀況 鼻子的問題 你不想當一輩子的藥冠子 對啊沒有人想當一輩子的藥冠子 像我小時候就鼻子過敏 你其實仔細一看 你只要看一些小朋友啊 有一些黑眼圈 包括我現在也都是 十八九都是鼻子過敏造成的 那我小時候鼻子過敏 也試過中藥啊 西醫啊什麼藥的都吃過了 甚至是你只要每次天后一轉變 變涼的時候 你就要去耳皮喉嚇報到 所以久病成涼疫 你都知道他該怎麼處理 包括把鼻涕吸出來啊 然後噴藥啊 或是後面當然是一堆藥要吃啊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這種日子還要過多久啊 甚至有我記得高中有一段時間 是你帶一整包麵紙 兩百抽你們在家用的那一種 上了一整天課全部都用完 哎呀所以這個 這個家裡如果有這個鼻子過敏現象 尤其現在PM2.5 對 空氣裡面的這些塵埃 真造成很多年輕人 都有呼吸系統的問題 對啊很辛苦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有沒有一個方法可以根治 後來想說哎 那就來練練看氣功嘛 其實練了三個月我就發現 哎 我鼻子竟然開始通了 像以前那樣 三個月 嚴重到還要靠 只能靠嘴巴呼吸 哇三個月就有些改善啊 所以這個氣功真的是 對你來講改善非常的大 對啊其實 所以這對很多朋友 應該是很大的鼓勵哦 沒錯 只要乖乖的練功 每天至少半小時 能夠多練就多練 他的身體一定會回饋給你 那除了這個呼吸系統的問題之外 你練功之後有任何其他的地方 你覺得也是有幫助的嗎 像我本身平常很喜歡打球 包括各種球類 那當然高中跟大學時期打最多就是籃球 籃球這一部分就是扭傷 所以我那時候腳踝已經扭傷很多次 那骨科醫生都說你這個已經變成習慣性扭傷了 那當你已經慣性扭傷一隻腳之後 其實另外一隻腳也會站不太穩 就像師傅講的 有些經絡他是牽衣髮動絕人生的 你開始站不穩的時候 我連膝蓋都出現問題 到有一年暑假 我甚至覺得我的脊椎都出現問題 我都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那時候也找不出原因 結果沒想到後來來到場練功 當然除了平甩功還有各種不同功法 你一練之後去增強你的腳踝跟肌耐力 靠練氣去做一個良好的復健的話 我發現我腳踝竟然都好了 因為以前打球都要纏繃帶 但是後來現在其實你都不用纏繃帶 而且不容易受傷 剛剛導師有聽到一個重點 他講到師傅講 牽衣髮動全身 一脈通百脈通 我們今天就回到這個主題 我們最主要今天要探討的是 夏日養生大哉問 所以我們今天要請你來扮演一個角色 這個角色就是我們一般人 他還沒有接受養生訓練的時候 他可能會發生的狀況是什麼 那當然夏天練功那麼樂 冷氣一定要開到最強啊 風速最強 不是說遙控器不好 而是如果你練功要開冷氣的話 來大家請注意囉 開最強 開最強可以 但是開最強的時候不要練功 是這樣的 是 夏天不開冷氣還練得下去 就是嘛 一般人都會這樣講 不開冷氣怎麼練得下去 所以師傅有一句話說 凡事不是能不能做 而是怎麼做 來看一下 凡事不是能不能做 而是怎麼做 對 那怎麼做 對 你要開最強也可以 但開最強之後差不多兩小時時候 你要把它關掉 關掉然後讓它恢復到 涼涼一點點再去練功 好 為什麼呢 就是你如果開最強的時候 整個氣溫那麼樣的強 哇 你練功的毛細孔很難打開 那我們下 冬病下至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夠把我們身體 藉由汗水 把裡面的這個 排出去 所以我們是希望能夠排寒氣 所以如果你這個 冷氣開太強的話 寒氣它是排不出來 你練功就有一點點給它可惜了 冷氣不開嘛 省點錢啊 夏天 環保環保 節約大作戰沒關係 果然 非常Smart 那就開個風扇吧 對不對 凡事不是能不能做 而是怎麼做 對啊 怎麼做 所以不是說 路上還有人這樣 對啊 有些人是電風扇直接掛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不是不能開電風扇 而是怎麼開 怎麼開 不要對著自己吹 不要對著人吹 對著牆壁吹 讓空氣流通 涼涼的就可以了 別忘記我們練功的最主要目的是要做什麼 對 要流汗 所以我們要讓汗流出來 幫助我們把身體裡面的雜質 廢物給它排出去 所以記得喔 電風扇不要對著自己吹 好 對著別人吹 對著空氣吹 這樣有沒有明白了 對著牆壁吹 對對著牆壁吹 了解了解了 好 那喝個冰水總可以 喝個冰水可不可以啊 剛從冰箱拿出來的 登 不想 嗯 這個喔 冰水就萬萬不行了 為什麼 這個怎麼叫 冰水喝起來很過癮 過癮 因為你看 這天氣啊 氣溫這麼暖和對不對 對啊 然後呢 它在裡面的 五上六伏也是暖和的 所以它需要冷卻一下 對 你想要冷卻是什麼概念 有看過鐵板燒 有啊 鐵板燒板子上面熱熱熱的 你水一下去它是不是這樣 噓噓 你想想看如果那是你的五臟六伏 你的五臟六伏本來很暖和 被這樣噓 它馬上就這樣 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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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看 縮起來 那我們就希望它把累積的寒氣毒氣排出來 它縮起來 怎麼排呢 排不了了是不是 我們的目標是要排出來啊 那又不能喝冰水 所以就不能喝冰水啊 那我最愛的冰淇怎麼辦 夏天就是要吃冰啊 冰淇淋 好 到底能不能吃冰淇淋 來 再看看師傅的心法 凡事不是能不能做 而是怎麼做 我們就是小口的呢 先把它放在嘴巴裡 讓它在嘴裡慢慢融化 因為有時候它是一種感覺 那你慢慢融化 哇 你這個冰涼不就可以享受很久了嗎 然後等到它溫度稍微把它融化之後 你再慢慢地驗下去 所以我們來幫大家複習一下 來 講給大家聽 不貪涼 不貪吃 不貪睡 不怕動 不要怕流汗 不怕煩 對 不貪涼 也不要貪吃 不要貪睡 不要怕動哦 夏天呢 我們更要動 動了就流汗 流汗就可以把這濕氣寒氣排出去 就能夠真正達到冬病夏至的效果 而且我們最後一個 為什麼寫說不怕煩呢 對啊 就是我們如果心煩氣燥 哇 那氣一燥 那那個燥氣也就是累積在身體裡面出不來 所以我們一定要心平氣和 另外呢 我們也在最近 針對夏天養生 我們特別開了一個新的課程 提升美意存健康 把你的健康給它存起來 總共有四堂課的養生入門 教會你怎麼樣能夠按摩 怎麼樣能夠静坐 然後怎麼樣能夠品察 哇 就是還練功 這整體結合在一起 四堂的養生入門 是在我們新北市五谷國道路的道場 來為大家的服務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請拨打這個服務專線 02-2271-0555 02-2271-0555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帶著大家 一起來鍛鍊平甩 好 那我們請這個俊穎師兄呢 站起來來做示範哦 如果說你對於平甩工要注意的一些細節 還不清楚 您可以回頭去看我們的第一集 第二集第三集 那我們現在呢 就直接帶著大家一起來練習 好 記得如果你在冷氣房裡面把它關小一點 如果你正在吹電風扇 把它對著外頭推 轉個方向 轉個方向 好 那我們現在大家一起來囉 來 請起立 我們在練功之前呢 最好的效果 很好 來 我們把眼睛張開 來 雙手平舉到胸前 十指數張開來 我們來練習平甩工 走 1 很好 2 3 4 5 非常好 保持彈性 2 3 4 5 呼吸保持穩定 1 3 4 5 5 1 2 3 4 好 心情保持平衡 1 2 3 4 5 1 2 3 4 5 全身放鬆 1 2 3 4 5 5 1 2 呼吸穩定 5 5 1 2 3 4 5 5 1 2 3 4 5 1 2 5 1 2 4 4 5 輕鬆自然 1 2 3 4 5 5 1 2 3 4 5 1 2 3 4 5 5 5 1 2 3 4 5 5 1 2 3 4 5 5 1 2 3 4 5 5 甩出氣肌 1 2 3 4 5 1 2 3 4 5 5 甩出寬廣 1 2 3 4 5 5 1 2 3 4 5 5 1 3 4 5 5 1 2 3 4 5 5 5 1 2 3 4 5 5 甩掉濁氣 1 2 3 4 5 5 1 2 3 4 5 5 1 2 3 4 5 5 5 甩出健康 1 2 3 4 5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1 2 5 5 6 5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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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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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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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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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拼甩完可以喝热的无糖咖啡或无糖茶 可以吗 当然我是建议最简单最简单的方式 最没有害的方式就是喝一杯好的温开水 那至于要喝茶或咖啡的话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包括这几年师傅带我们上山做茶 你的茶是不是好的来源 是不是无毒的环境 甚至是不是完整的工序去制作 这个对于大部分来说 你要自己试过才知道 所以最安全的方法是喝温水 那如果你手上有没没甩茶 我是蛮建议可以喝我们茶 因为师傅教我们做茶是非常棒的茶 第一个我们是自然农法 完全没有农药 也没有任何的化学肥料 也没有生长激素 再来就是我们全程都是自己手工去制作的 发酵很完整 所以喝起来它不会伤味 也不会影响你睡眠 你要喝的茶是喝 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些好茶的话 我建议你就喝这些好茶 但是如果不行 你有疑虑那就喝个水吧 我们这个直播节目希望是为大家做服务 我们知道很多人现在是出不了门 所以我们就把教练送到您家里去 那有任何希望我们做得更好的意见 都欢迎提供给我们 也欢迎把视频分享出去给大家 我们都希望能够为大家做更好的服务 我们再一次谢谢大家 也谢谢金宜师兄今天来上节目 谢谢各位 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再跟您相见 两周之后谢谢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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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